由于Omicron变异株和政府支出缩减 冲击消费者和气贴 美国经济意外萎缩 根据美国商业部日前公布的资料显示 美国今年第一季国内生产毛额GDP下滑1.4% 不仅比经济学家预估的计增1%低 更远低于去年第四季的6.9% 创下2020年春季疫情爆发以来 最疲软表现 GDP突然萎缩 令许多人担心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 但美国总统拜登却不感到忧心 尽管GDP下滑 但美国消费支出稳健 企业设备投资急剧升高 这让今年第一季扣除贸易存货和政府支出的国内需求指标 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2.6% 因此多位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整体经济可望自第二季起恢复温和成长 另外美国联准会也预计5月4号宣布升息50个基点 并在短期内减持债券 此外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 初次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18万人 比前一周减少5000人 这也反映就业市场仍维持强劲 装社综合报道